各位特别大家好 我是李向老师 最近疫情开始越来越延烧 每一天确诊人数都是好几万人 所以你们自己一定要特别注意 出门口罩一定要戴好 我们打疫苗戴口罩 大概就是我们谨慎的防疫的方法 所以你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尤其你要注意你的口罩 到底是不是医疗等级的 因为如果你的口罩并不是医疗等级的话 那个戴就是在戴身体健康的 你看一下包装就很清楚了 那我们频道呢 我们有所谓的联名口罩 我们的联名口罩呢 它的确就是医疗等级的 底下可以帮你防护你的病菌 所以只要买我们的线上课程 本身就会有去送你们的这些联名口罩 OK好马上突如其来的业配一下 还有你在帮自己业配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吧 这个题目在断考的时候出现 真的是蛮恐怖的 为什么 你看好了 空间中给你两条直线索夹的锐角评分线方程式为何 来我们先告诉你 我们假设这一条直线叫做L1好了 我们假设这条直线叫做L2 来所以给你两条直线 来这一条直线我们叫做L1 来随便画随便画 来这一条直线叫做L2 两条直线夹角有两个 所以它的角平分线也就是我黄色的部分 画的一定是两条 来这里是圈圈圈圈角度相同 叉叉叉叉角度相同 OK来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空间中的直线呢 各位同学空间中直线会给你什么 它的宝贝叫做它的方向向量 它的宝贝叫做它的方向向量 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叫V1叫做1 2 2 负2 来这个我们叫V2叫做2 负3 6 OK然后还会通过一点 你会发现这两条直线通过都是同一点 叫做012 012哇好棒棒 012就在这里啊 所以来我们根本不需要求这两条直线脚顶 它直接012就送你了 好那OK啦 那我跟你讲不管是黄色的角平分线还是白色的两条直线 都必须要所谓的方向向量 好这样这个方向向量到底怎么求啊 来我们这边先建立起一个基本的逻辑概念 你看好咯 假设这一个向量 来看我 它跟这个向量 这个两个向量很明显的 你看出来它就不等长 如果不等长会发生什么事情 来这两个相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咯 这个时候它们的向量会往这个方向冲 请问这个方向冲的话 这个两个角度会不会相同 这两个角度绝对不相同 OK这两个角度绝对不相同 对啊为什么 因为这个叫平行四边形啊 平行四边形的对角性是不会平分这个角度 老师那我想要让它可以平分怎么平分 来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要怎样还会平分 对 只要它相等等长就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向量相加 平行四边形 它会变成四边都等长的 叫什么形 对 叫做 不是 叫做 叫做零形 我一刚转向这样 转方形 对 四边人单叫零形 零形的对角线必定会平分 也就是说 当我给你的是L1的方向向量叫做V1 和L2的方向向量叫做V2 只要V1跟V2等长 搞定 但是年轻人用你的腿毛回答我 请问V1跟V2有等长吗 哎 似乎没有等长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下这个时候V1的长度 这个叫做根号的来 一平 二平 二平 哎呀 它是三 再来 你告诉我V2向量的长度 它会等于根号的来二平 然后三平 然后六平 三十九九四五 就七耶 哎呀 老师一个长度是三 一个长度是七的啦 哎 一个长度是三 一个长度是七 这两个相当本来就不等长 它会变成这样子的状况 那怎么办 来听好咯 学校老师教到这边 它会有两种做法 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二种 第一种做法 就把它划成长度一样长的 那我干脆把它划成方向向量 我让全部的长度都缩到一 我让全部的长度都缩到一 那就可以了 没错 这个方法不错 可是当你长度变成一的时候 当你变成单位向量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你的方向向量会长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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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丑 对啊 你全部通除以三 哎哟 你全部通除以七 哎哟 那个答案好丑 那怎么办 来 要是我的话 我会使用第二种做法 什么意思 来第二种做法 做法非常简单 你这里长度是三 你这里长度是七 我就让它 乘上它的长度 我就让它 这个 乘上它的长度 我们交换去乘上别人的长度 就一定等长了 对不对 这个加我是三 三乘七 这个加我是七 七乘三 这样就可以了 来 所以各位同学来 七倍的来 这个叫V1向量 七倍的话这里是七 七二十四 来这里是负的十四 来这里呢 这里是三倍的V2 三倍的V2 来三二得六 三三得九 三六十八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我 来这个叫做七倍的V1 这个叫七倍的V1 这个呢 这个叫三倍的V2 我确定这两个都等长 OK 此时向量相加 平行四边行 各位同学不用跟他客气 谢谢 我们直接不用跟他客气 向量相加 直接往这个方向冲 没错 因为它是零行 它应该平分 所以这个叫做七倍的V1 再加上三倍的V2 那是不是就构成 这一条直线的方向向量 哎呀 老师老师 那如果我变成这样子的状况 来看我哦 如果变成这样子 这边是正的嘛 我往这边就负的 这个叫负三倍的来V2向量 这时候向量相加 平行四边行 平行四边行 向量相加平行四边行 往哪个方向冲 是不是往这个方向冲 刚好有会平分 这个叫做七倍的V1 减掉三倍的V2 哎 刚好也变成这一条直线的方向向量 所以我先把这两个向量相加 好不好 来相加 来所以 7倍的V1 再加上3倍的V2 会等于 7加6是13 9加5是14 负14加18 他是正式 来13、15、4的第一组 来这个叫做7倍的V1 OK 减掉3倍的来V2 这个相减7减6是1 14减掉9这个是23 来负14 来负14减掉18变成负大32 好 来 所以小朋友我现在构成了一条直线 请问 请问哪一条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什么脚 我要锐脚 锐脚怎么做 来看我 我教你一个做法 非常简单 来看我 这是7倍的V1 3倍的V2 你直接把这两个向量怎样 那内积就好了 或是你把V1.V2也可以 来你看我这里 来看我这里 来把V1去.V2 来看我 这个是X分量相乘 这个叫2 Y分量乘积 这个叫2-3-6 Z分量乘积 -2-6-12 小于0 要命啊 老师 这两个内积会小于0 代表他是什么脚 他就叫做盾脚 盾脚内积才会小于0 诶 靠北 我怎么 嘴巴讲盾脚 诶 嘴巴说不要身体挺老实 OK 这边是盾脚 我在讲什么东西 来那这里呢 这里就是锐脚 好那锐脚是相减的 所以我就取相减的那一个 当成我的方向向量 我就取相减的那一个 当成我的方向向量 OK 那是盾脚 那盾脚也写错了 OK 来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所求的这一条直线 它就会等于 一样我们可以使用到对称比例式 我们使用到对称比例式 那个点 哪个点 就是x y-1 z-2 012 下面代表的是直线的方向向量 E23 跟负的32 好这一题不用太多的计算 但是你观念逻辑要够清楚 这个东西断考非常容易常考 那各位同学 一定要超为特别注意哦 OK 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结束 想要的影片 记得按赞 留言 订阅 分享 想买我的新章课程 想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下方资讯案都有连结咯 各位同学 我们快高三咯 学测课程 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买一些课程 开始可以回去 慢慢的去看 养成那种你看课程的习惯 就会不错咯 OK 我是李翔有问题 我们来讨论吧 拜拜